我们介绍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 它叫做地狱之中 你看这个 钟乳石居然长成这个样子 的确 这些钟乳石 都要经过亿万年才能形成 现在浅到下面 你可以发现这些钟乳石 完全一个一个的这些石钟乳 居然像是一个悬挂的铃铛 像一个巨大的钟顶一样 挂在那边 这般的钟乳石不会长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很奇特的是 它这边的在石灰岩地形的 在滴漏慢慢形成的情形 很奇怪 它是螺旋 而且是扩张形的一个喇叭状 可是一般来也是越来越尖不是吗 的确 而且我们就所谓的石钟乳地下 还有石笋连结成石柱 对不对 可是这边很奇怪 一个一个像一个喇叭状 但是更奇特的是 它居然会奇特地崩塌下去 现在淹在这个淡水里面 所以它现在这个底下 就是一个所谓的地下河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卡斯特地形 石灰岩地形的一个浮流 因为这个浮流把它淹盖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它的外观不过30公尺 30公尺下去 看起来很平常的一个小池塘 没想到下去以后别有洞天 这些所谓的地狱之中 一个一个挂在那边 都是钟乳石的 这种石灰岩的这种质地 但是很奇特 你看 浅船在那边 感觉好奇幻 因为在尤加尊半岛 没有这种钟乳石的 没有看过 像我们到那个地方 像这样的洞穴有一百多个 可是只有这一个洞穴 很奇特 它的钟乳石的行程 居然像一个一个的地狱之中的一个喇叭状 所以这个在古代的尤加尊半岛 它们就已经存在 但是就不晓得为什么 古玛雅人特别情有独钟 对于这些洞穴 因为他们很多的祭祀 都是在这里进行 比如说像 这里有祭祀 天坑之河在玛雅更多 甚至它上面有的时候 直接盖着它们古老的玛雅金字塔 但是这些不论有阶梯没有阶梯 它走下去从十公尺一直到四十公尺 那其实它总共的这样的一个古迹出土之后 发现里面真的是一个古老的玛雅祭祀现场 因为我们这一展到的玛雅有很多的金字塔 有很多的古文明 可是还发现这些金字塔古文明底下 都有神秘的浮流 而这个神秘的浮流 都有人在那边祭祀的痕迹 对 我们现在从空中来看 事实上它看起来就跟四川 在凤杰的小寨天坑一样 和这个地方自成一个生态区 但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天坑 它在思辉岩地形坍塌之后 它向这个墨西哥的安吉利塔找穴 它在这个水下河 你看下去是一个生态环境 而且在里面不但可以水中钓鱼 而且里面风景简直是美不生收 但是里面也偶尔会出现 很多曾经祭祀过的人骨 而这些人骨还有些 祭祀过的人骨 对 以及那些陶器 甚至附近的一些 好像石边的炉灶 跟我们在云纳国岛看到的 一些石头切割 居然非常巧合的相像 而且在这边也有很多动物的兽骨 也都是看来是作为祭祀以后 沉在这一个神秘的湖地 所以这些玛雅人要的 其中要潜到这个水里面 来进行祭祀的工作 现在我们还在思考 应该是当时还没有沉到水里 当时没有水 对 还没有水 所以钟鲁石才能行程 而行程之后 他们在这里进行祭祀 然后水慢慢地淹上来 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的洞穴会坍塌 是跟当时的陨石壮地球有关吗 还是这边整个的 卡斯的地形的陷落 只是无法解释的是 为什么玛雅的很多的古迹 都围绕着这一些洞穴和浮流 围绕着这个地方 对 它们很奇怪 它好像在上面会形成一个 磁场的一个透地雷达 它们所有的这个建筑 让底下的这一些浮流 所谓的地下河 可以四通八达 那么当然这些也就让大家 对于玛雅文化 跟这些地下河的关联 以及这些洞穴的关联 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狭想